第四届全世界中国菜厨际大赛亚太区出赛将在6月30号结识报名 香港著名美食主持人名厨于建志赞扬大赛发扬中华传统饮食 呼吁全球华人厨师都来支持新唐人大赛 希望全世界的厨师中华厨师都支持这个新唐人全世界厨际大赛 喜宴私房菜创办人于建志是香港近年来炙手可热的美食主持和名厨 今年3月刚刚荣获一家饮食杂志品为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6月又会推出新的食谱留住四季美味并将收入捐助慈善 从广告界转入饮食业的他很高兴自己能努力得到业界的认同 我从一个广告界转型去饮食业其实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神话来的 进入了饮食界之后除了成为一个真正的厨师职业厨师之外 也都有行识到很多饮食界的前辈 精英和很多好朋友 在他们身上就真学到很多东西 对于即将举行的第四届全世界中国菜厨际大赛 他赞扬是华人厨师交流以及发扬中华饮食文化的好平台 鼓励厨师们踊跃参加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海外 在海外在纽约可以集合到全世界这么多精英厨师 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参加 将中华厨艺发扬得更加广和更加大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клиент